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滨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雪中汗刀行 由大滨为您播讲 本集雪中汗刀行 自喜马拉雅更新起24小时之内 点赞量如果超过1500 第二天两更 雪中汗刀行 第二百 八十七回 一只马队持有那枚 将要颠覆西域现有势力格局的银瓶 竟然停下了西行的马蹄 歇脚之地正位于剑阁和流沙之间 马队身后是春秋方渝记要记载的铁门关 大秦帝国史舍关爱 崖如腐坯石色如铁 此地厄河上游长达二十里的陡峭峡谷 是从西江越过山脉进入东江的重要孔道 每当中原王朝局势出定 就要经略天山南北 而中原甲氏必然要经过此地 每一次马蹄声往西踏响 都象征着中原王朝的国力鼎盛 每一次朝东撤退 都意味着中原春秋的割据崩溃 皇子赵凯坐上了马车 坐在马夫的位置上 而内尊扶将金甲就守在他的身边 当他看到一身尘土的黑老僧 从北方长掠而来 笑容惨烂 是他的二师父 病虎杨太岁 面容枯搞的老僧 看到赵凯安然无恙 如是重负 也不跟这个将来有望 遵佛贬道 打断灭佛进城的徒弟 说一个字 仅是跟那名六叔菩萨 相互合十行礼 然后默然转身 向东而去 不到半里之外 腰悬一刀一剑的徐凤年 策马直奔铁门官 任何一位皇子啊 都可以赶赴西域 积攒功勋 为以后登基普殿声网 也可以任由一位皇子 去做那断开北梁南兆浮县的蜀王 唯独不可以有皇子 既得大功又做蜀王 进而再靠铲平北梁去坐上龙椅 何况这名皇子 还是李懿山锦囊中定为必杀的赵开 前方一老僧极略冲撞而来 以佛门大神通 不断密语 马上的那位 世袭罔替北梁王的徐凤年 谁都可以死 老僧可以死 红角法王可以死 两百一十六名护送都可以死 唯独赵凯死不得 老僧可以护送赵凯返回京城后 去北梁王府请罪 你今日若是执意要杀 身负皇命 更身居气韵的赵凯 可知下场如何 老僧飘然而来 滚你娘的下场 一向对敌 仍可平心静气的徐凤年 竟然是眼眸赤红 他怒急道 杨太罪 老子今天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当年的京城白衣案 可还曾记得 老子宁愿死在炼刀途中 也不肯以后做个废物北梁王 就是为了亲手宰了你们这帮王八蛋 徐凤年一记当心 十二柄剑胎圆满的飞剑杰青丝 构成一座从桃花剑神邓太阿那边 偷使而来的雷池剑阵 撞向当年京城白衣案主要帮凶的 黑衣老僧杨太随 袁左宗纵马紧随其后 侧应着世子殿下 却拉开了五十步距离 游易在一个湖外 一路奔袭途中 双面四臂皆是被笼罩的 严严实实的猪袍烟雾 终于露出了正颖的真容 绕开了徐凤年和黑衣僧 直直略向铁门关谷口 他的目标很明确 谁适合当作进食的不凭耳料 他就将其连血肉带气机 一并的吸取殆尽 第五合便是前车之鉴 此时烟雾丹英 双向金色四眸异异生辉 呈现出不同于寻常会晤的气象 青鸟携体刹那 策马前冲 依旧不理会那名声名在外的黑衣国士 直接了当的率领八百百马一丛 沙巷那边的两百羽邻军 在柔然山脉 大战之前呢 公子便笑着说 把第五合交给他 青鸟从一开始 就不怀疑公子可以摘取第五合的脑袋 今天呢 公子缠住阳太岁 他一样不会化蛇天足 黑少年呢 已经弃马步行 但身形如平地滚雷 远远超过那批角力出群的奔马 再一次展现出 何为战阵万人敌的身先士卒姿态 凤子营的王冲 在跟战马与世子殿下并列一线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 紧握着手中长枪轻声道 你好 看好了 世子殿下这回又是单枪匹马 跟杨太岁这头老兔驴杠上了 没让咱们失望 迅速将停止不前的世子殿下 袁左宗和黑衣老僧三人抛在身后 展开冲锋的白马一丛 巨石热血翻涌 几乎浑身站立 八百白马一丛 其中的七百人 先前跟着这么一个 一次都未曾踏足军营的无良世子 都说呀 他除了欺负水灵小姑娘啊 也就只剩下在青楼里边 一掷千金的本事了 这些年谁心里头不是赌的哼 这一路向西即行 那配刀又配剑的北梁大公子哥 依旧是一言不发 也从没想过说几句平易近人的提己的话 好在面子上热喽热喽 这些都没有 只是在先前相聚铁门关两里路时 沉声说了一句 今日随我杀黎阳皇子赵凯 距离两百步 袁猫发出一声涂天怒吻 白马一串 白马一串 死战 两百雨林骑军同时展开冲击 十六名金刀侍卫不留一人尽数上马 赵凯他始终坐在马夫位置 眯眼远望 辅将金甲静静地站在车前 双手握住那把大剑古朴的剑柄插入大地 这柄凶剑是用一位当时著名驻剑师全家性命换来的 金甲之内的傀儡更是当年被寒雕寺双手剥皮以后的大宗师 单独站立 足以碾压其余四具遗弃的副甲 一袭雪白袈裟的密宗女子菩萨 一手在胸前结印 一手做平托持平撞 黄沙在手掌之上几尺高处 疯狂地旋转凝聚 举沙成塔 竟然缓缓成就一番星斗漩涡之响 赵凯攥紧马鞭子站起身来 他深呼吸一口 我会死在这 手中那根结实马鞭突然寸寸崩断 这位皇子低声凝笑道 我怎么可以死在这 陈芝豹离开那座杨柳依依的小庄子 在前白狐脸出厅朝阁在后 徐霄来到了这座不树外墙的幽景庄子 庄子里的下人们经过压混绿漆的大肆渲染 大多都知道已经有这么一号人物能让不爱说笑的陈将军变得反常 上回送礼老人后啊明显心情很好 前段时间呢大家还都在猜测老人会不会是精略使大人李功德呀 不过觉得不像 李大人似乎口碑不行 以陈将军的脾气和地位啊 不至于这般的刻意奉扬 猜来猜去都只能想啊 多半是位从北梁军退位的老将军 说不定还是陈将军的救赎 唯有庄子老管事猜中了真相 但没敢胡乱宣扬 这次北梁王亲临呢 老管事一样没有大肥周章 仍是接到了后院的树荫下 又让有个照面的绿漆端来了庄子自制的瓜果点心 徐潇吃过了些许啊 就笑着起身 让丫鬟领着他去陈之宝的书房 少女绿妻不敢自作主张 不过也不好直接说 说陈将军的书房都不让他们丫鬟打扫 都是将军来清静庄子休养时自己动手 而如木染呢 下人们不去将军的书房 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哪怕书房大门常年敞开 哪怕灰尘扑击也不会有谁进去 这丫鬟正在左右为难之间 在远处安静后置的管事 连忙小跑过来 亲自领着大将军去书房 到了门口啊 老管事就带着一肚子狐疑的绿漆丫头 快步走开了 徐潇副手跨过了门槛 走到了书案旁边 看到上边割了一张白纸 不写遗字 女子出嫁离家会戴上嫁妆 男子出行又非入赘了谁家 自然呢也就截人一身 荔枝啊 终究还是离枝了 徐潇收起了白纸 卷入袖子 他轻声讨 这样也好 徐潇环时一周 书架上都是搜集而得的 珍贵孤本兵书史记 并不以紫檀黄花梨这类黄木啊 做书侠珍藏 显然呢 是图一个随手可翻 随时可跃 徐潇发了一会呆 想起了一些往事 记得知报啊 小时候是个很顽劣的孩子 皮的不行 最喜欢骑在陈老哥的脖子上揪胡子 小时候徐潇本人也经常抱着他 在军营里头逛的 这小兔崽子一肚子坏水 抱着之前憋着 等抱到一半就给你尿一泡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的呢 大概是那座潦草的衣冠种上香敬酒的那天 知报跪在坟头 把脑袋埋进黄土 连徐潇都不知道这孩子到底哭了没有 后来啊 北梁军开始壮大 铁蹄踏破了六国苦胆 事后奉旨入京 父子二人在面圣之前 徐潇曾经开诚不公的与他谈过一次 问他想不想去猎土封疆做异性王 他徐潇可以在京城养老 弄个兵部尚书啊 也就糊弄过去了 由陈之报呢 去北梁当王朝仅有的一姓王 为王朝控恶西北烟后 当时天子啊 也有这份心子 可是那一次 陈之报终归还是没有答应 说是京城这种地方不安生 不放心义父为他做人质 后来到了朝廷上啊 皇帝又有意无意的试探了一次 询问陈之报是否愿意 与燕辣王一起合力为朝廷荡平 南方蛮夷 这可是做事要连历两位一姓王 吓得满朝文武都面无人色 连顾剑堂这种氧气功夫极深的大将军 都当场勃然大怒 猛然抽秀背转过身 燕辣王则抬头望着大殿房梁 一言不发 老首府 也就是当今的张首府恩师的文官领袖 跪地不起 不断的磕头是血流不止 死见天子 不可如此唯利奉上 那一年呢 白衣陈之报才十七岁 徐凤年才约门八岁 这些年呢 徐霄开始看不透这个意思到底想要什么 不清楚他的底线到底在哪 陈之报越是无欲无求 越是后继勃发 徐霄就越不敢轻易老死 因为人徒知道 自己意思 看似什么都不争的陈之报 就可以什么都拿到手 真要到了那一天呢 一个夹缝中的北梁 恐怕就要添补宝陈之报的胃口了 当初新登基的赵家天子 为何再封陈之报为藩王啊 明面上大度恢弘 有功则必赏 不介意两位异性王 南北相为呼应 但又何尝不是 想让父子二人互相牵制啊 徐霄完全不怀疑 自立门户的陈之报 不想或是不能逐鹿天下 徐霄走出庄子 喃喃自语 希望两边啊 都还来得及 回到了北梁王府 大唐中并无假使护卫 彰显肃杀之气 六位义子中来了一半 扛齐的齐当国 师从阳才赵长林的叶熙真 经于青囊堪于秘龙之术的姚茧 陈之报 原左宗和楚禄山都已不在北梁 只剩下父子四人 见到轻轻坐在椅子上的义父 叶熙真和姚茧相视一眼 缓缓的跪下 齐当国窥然不动 虎视眈眈 看着这两名早已攻城的自家兄弟 满脸的怒露 徐霄双手插秀 往后依靠 咱们北梁的叠探机构啊 这些年都是一分为二 出球二管一半 西针捅下另一半 前不久有两个人各花了一千两黄金买命 雇了一名叫做薛颂关的盲女子去杀凤年 西针 你的买命是仙手 买我而死 楚球儿是后手 买我而活 因为这位木盲女琴师收了银钱就没有食言的说法 所以楚球儿那一千两 花的有些吃亏 只是啊 让他点到极致 凤年在北莽能不能活下来 还得拼上一拼 我知道 长陵死前一直看好之宝 觉得他只要能掌握北梁铁骑 别说一桶春秋 就是 以后吃掉北莽啊 也不在话下 长陵是不会玩花花肠子的无双国士 这番认为啊 也从不在我面前掩饰 死前还握着我的手 最后一言便说 知报可以成为大秦皇帝那般雄才伟劣的君王 所以西真 你继承长陵的遗志 这些年 那些没有亲自动手的泼脏水 我查不出来 也不想让楚球儿去查 但想想也知道 是谁在推波助澜 加上这本就是一身 要我韬光养拙的初衷 这一点我不怪你 西真 你啊 就想着为师父争一口气 证明李懿山错了 证明李懿山不如赵长陵 这些年呢 北梁旧部人心涣散 尤其是那些当初劝我称帝的老家伙 更是憋着一口怨气 始终都没散呢 至于你 咬剪 一直对黄龙氏那句 白衣一并斩莽龙的说法 深信不疑 你打小就一根筋 又想成为北莽麒麟真人这样的故事 还有为天下道统续香火的宏愿 我若挑明了劝你啊 父子情义恐怕早早的就没了 你那些年哪里还能带着徐凤年跑遍北梁 我也就一直啊 忍着不说 徐霄真的是老了 双手搭在椅背上 不高的身子从椅子上缓缓站起 当年那个次次身心士卒都不怕累 不怕死的年轻将军 竟是如此艰难 最后说了一句 现在 我也不好说 就一定是我对你们错了 徐霄走出大堂 齐当国守在门口 背对着咬剪叶熙真二人 叶熙真先站起身来 亮亮腔腔的走去 提起义父留下的一壶酒 一手手指间夹住了两只酒杯 另一只手举起了壶 放在鼻尖一纹 泪流满面的纹饰笑着轻声说 看吧 跟你说 肯定是绿椅 你非跟我打赌 是黄酒 黄酒还要温上一温 你不嫌麻烦 我还嫌呢 姚剪没有站起 只是盘膝而坐 叶熙真坐在他的面前 倒了两杯酒 叶熙真举起一杯绿椅 拿袖子擦了擦泪水 咋的了 老姚 不舍得你那几屋子的破树 面无表情的姚剪 握住了酒杯 摇了摇头 有什么舍不得呀 留给凤年 其实啊 也挺好 以前他小时候总喜欢偷书 这回就不用担心挨我的骂了 我是生是死都才一人 倒是你呀 放心那一家子人 叶熙真哈哈一笑 放心得很 这种事情 我还信不过义父 姚剪点了点头 叶熙真举杯地向姚剪 碰一个 姚剪一翻白眼 不碰 你一辈子酒品都不好 哪次庆功 你脚底下 没个几斤酒水啊 都给你糟蹋了 跟你碰杯啊 跌缝 叶熙真 拿袖子遮面 一饮而尽 姚剪不约而同地 喝尽了杯中酒 闭上眼睛 轻声呢喃着 可惜 没有下酒菜啊 两人喝尽两杯酒 然后同时跪向大门方向 站在门口的齐当国 揉了揉眼睛 望向斜靠 门外一根 红漆大柱的义父 齐当国关手门 走到老人身边 蹲下 沙哑着说 我就不明白 他们想这么多做什么 好好活着 不好吗 徐霄也许是站得乏了 他坐在台阶上 轻声说 义父也不知道啊 可以告诉我答案的人 像长陵 像一山 都走了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烽火器诸侯 由大兵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您可以添加 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或添加 大兵官方QQ群 136932 738 雪中汗刀行 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水凉红枯 草刺斑马虎 多少天饮过苦 孤鸣笔路 我一舊一壶 帝王江山寄普途 也做了来了 让你均入近 clouds 逢越 pábaj 向你保证 速度 繁入